大家好,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的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震撇師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迪好 也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望友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靜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希望你留下建設性的留言 今次就談談貿宿 這個被稱為親台首相的貿宿 應該也沒有冤枉他 原來貿宿就是石破茂 日本執政自民黨總裁 他也是10月1日成為第102任首相 原來這個拉審 賴清德也在推特上發文 就説誠至祝賀石破茂就任日上 期盼在台一互相扶持 維護區域繁榮與穩定 石破茂是親台的首相 隨即轉發省的推文 隨即轉發拉審的推文 表示是多謝的 石破茂近年來多次訪台 跟賴清德很早就認識了 原來早在2017年 賴清德和時任平東院院長潘孟安 還有時任高雄市市長 菊姐 花馬 陳菊 共同赴日舉辦 觀光論壇 曾經與石破茂多名議員交流 到了今年8月 賴清德也接見了石破茂率領的 日本跨黨派議員訪問團 針對台日國際處境 經貿合作等等議題討論了很久 賴清德也感謝他到訪 亦獲得石破茂在轉發表示是感謝的 茂索其實這傢伙的問題有幾多 很搞笑的 上台第三天就被人舉報了 哈哈 真是開門客 其實他會不會好像韋仔 菅義偉一樣出來頂一陣雞頭而已 很戰爭 很多評論這樣說 因為他黨內的支持率不是太高 其實這次也有說他能夠當選是爆爛的 是的 想一想方正 原來他昨天 被日本神戶學院大學教授 尚協博之向東京 地方檢察院提交 檢舉信 對日本手上石破茂和他的政治團體 原來就是 他們政治團體會計負責人等四人進行檢舉 信中說他認為石破茂 曾經擔任自民黨政治團體的水月會 好像那些是Club的名字 水月會 其實就在政治資金收支報告當中存在 小社收入 小社的部分去了哪裡 當然 茂叔暫時還沒有回應 涉嫌就是違反政治資金規政法 說回茂叔 其實就是 上個月 月底的時候就是 他是 自民黨前幹事長 當選自民黨第28任總裁 12月1號也經過國會 指名選舉 接任是首相 就任後的首次記者會 茂叔石破茂也表示 內閣首要任務是挽回 自民黨因為黑金醜聞而失去的民心 結果 你就被人拒捕 真是有時間玩了 他在記者會上 他這件事都挺 落他的面 當選都不只有一個星期 是啊 就玩差他了 在記者會上 他就對於政治 和金錢問題發表看法提出 當前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政治改革 最重要的就是 實現 遵守規則的政治 結果呢 好笑 遵守規則的政治 立刻就出來玩東西了 還有日本 其實他的經濟 也是需要 要執一執 日本的 財務大臣也說 日本政府和央行 繼續密切合作 又一個日本央行官員 強化夾派的立場 就說 必須耐心維持 寬鬆的政策 大家知道為什麼 因為 他現在擔心 如果很快把政策 全部拔走的話 他拔走了一些 其實 經濟能否領得順呢 日本央行 所以 貌宿其實 有排執 說真的 日本央行政策委員會的 一位主要夾派官員 也強調 在通脹預期 扎根之前 有必要保持 寬鬆的金融環境 強化日本央行 不會過早加息的立場 日本新政府也敦促 對加息保持謹慎 因為你知道 其實貌宿是沒有密約期的 不用擔心 他跟很多人一樣 是沒有密約期的 另外貌宿 仍是 一上台 就說有人要起訴 除了他被檢舉之外 日本政府也被人起訴 這個人很特別 原來他是世界服役 最長的極刑犯 打算起訴日本政府 原來就在貌宿上任那天 他說新政府 什麼 這個真是拿警定贈慶 就說要告差 就在貌宿上任那一天 沒多久 一名世界上 羈押時間最長的極刑犯 提供 他就找了律師 原來有人為他提供律師服務 原來律師就是 現在我們做了一件事 就是他的辯護團隊在考慮 圍繞辦案人員偽造證據這件事 提起 是啊 損害賠償訴訟 就撞告日本政府 而且剛剛有新政府 就立刻告他 很多拿警震慶 第一件事就是 控告日本政府 第二件事 就是舉報他 第三件事就是搞經濟 其實 其實我覺得他也是困難 甚至比岸田民雄更加大 岸田之前就是 韋仔、菅義偉幫他頂了板 現在 疫情那板 是的 現在 經濟那板 我看某宿都 相當困難 找找清德 買日本東西可以嗎 嘩 行不行啊 我打算找 美國總統 但現在 剛好又要選 真是難搞的 還記得他們有一個口號 台灣 是嗎 只是口號而已 樓宇 後來就糟糕了 說了這個口號之後 疫情就爆發聲來 他們 每次說到很大 說到對岸不行的時候 他就立即 就被人打念 那些很好笑的 原來這個 世界上 服刑最長的極刑犯 打算告差貿宿政府 第一天 就被人告 原來 辯護團隊在考慮 圍繞辦案人員 做證據這件事情 就提起 損害賠償訴訟 撞告日本政府 日本法院通過案件再審 已經在上星期判決這位極刑犯是無罪的 認為 很久了 1966年 其實這宗案件跟1966年 一宗涉及4條人命的大案 是無罪的 無關的 但是偽造的證據也導致他 總共 就被 激壓了48年 那麼久 摧毀了他身心健康 當然了 48年 而且你要有什麼 說真的 他引到有命出來 也算是了不起 原來 日本政綱 地方 裁判所 就是判決 二年88歲 你記住88歲 的前權擊手 叫跨田岩 是無罪的 因為日本警方 和警方 是傳統偽造證據 再撞嫁禍給跨田岩 原來法院就認為跨田岩之所以被迫認罪 是因為經歷了長達 幾個小時的非公開的 動手的對他的審訊 跨田岩 由此就成為日本 戰後第五位通過 案件再審 被判無罪的極刑犯 在日本 檢方定罪率高達99% 案件再審 極其罕見 究竟被控告得 某叔的新政府 這很嚴重 以前的人做錯事 又是他吃光了 當然你說不是的 他代表整個日本 但始終是這麼適合 剛好就是他吃光了 看回整個案件 跨田岩 他就說 茂叔真政府 你等著告你 其實應該告入的機率也挺高的 跨田岩 被控在1966年 搞定了一名 企業高管和三名 家人 並且BBQ了他的住宅 1968年跨田岩被判處極刑 但由於上訴和再審的過程中極其漫長 跨田一直 被執行 一直沒有被執行極刑 幸好 因為太漫長 可能成為了冤魂 國際特赦組織也說 跨田岩 以極刑犯的身份被羈押的時間超過45年 已經成為了世界上 羈押時間最長的極刑犯 根據報導 如果檢方 接受無罪釋放 这最终的结果是川天蓝有权获得最高2亿日 "'的赔偿 大约139万美元的数据对于48年的奴役资产来说 也不是钱来的 始终黄金时间也没了 50年差不多半个世纪 现在政府也是接招这个 很多事情的谋宿 而且世界上福营最长的极营犯是你政府 一上台就有这样的几个东西 真麻烦 跨田岩的律师也表示辩护团队还在考虑对政府提起 是损害赔偿的诉讼 理由就是调查人员和警方 明知会将跨田岩诉讼是 记得周星驰 还手之刑和还手什么刑 算死很丑 依然是串通偽造证据 跨田岩的姐姐 二年九十一岁的跨田兽子花费了半个世纪的时间 为他弟弟洗刷冤情 他送辞了 他一再向弟弟解释 这次的胜利 但弟弟似乎 他自己关道也不相信自己 赢了官司 他突然说 我无罪释放吗? 是吗? 你不要骗我了 是否你看到我 就快那头骗我 不是 你真是无罪释放 当然了 之前为什么要冤枉他48年的监禁呢? 某叔又是面对这 说真的 对某叔的直接影响不是很大 但脚头就不好 只要这么说 就像阿祖那样 安排了阿富汗大切尼一样 硬吃了一板 这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